神奇校车,蛋糕的秘密 我们的卷毛老师总是给大家带来欢喜 所以在他生日那天,我们决定给送给他一个大大的惊喜 大家准备了一个大型派对 最常里有气球,彩鳥,五彩紫碎 连喇叭也准备好了 万事取备,喀勒斯宣布 阿诺,大五没这么肯定 他嘀咕着,我总觉得小了点什么 只有多兰西没有班王准备 他还在做发学实验呢 喀勒斯们,都这个时候了,还在忙什么 多兰西解释道,我正在把水,沙丝,念头这三种东西混合在一起 变成一种新的墨汁,水泥,这就是化石反应 这时,阿诺大笑道,我知道去什么了 生日蛋糕 大家决定把派对推迟一下 因为我们忘记准备生日蛋糕了 每个人都心房意乱,一个没有蛋糕的生日 怎么还叫生日派对呢 这时,卷王老师走进科室 发现我们一个个都愁为服脸的 便说:"看来你们已经听说了,校车入检问题 我们不能去面包店呢 我想我的取消化学实地小茶的计划了 面包店,面包店跟发学有什么关系呢?" 拉尔夫们,每家面包店都是一个小小的化学工厂 卷王老师说,卓兰西普冲道 烘焙是一个化学过程 因为有很多东西混合在一起 形成了新的东西 卡洛斯突然反应过来 面包店确实能做到新的东西 蛋糕啊!他说:"可是,卷毛老师 我们不去面包店实际好茶的话 学习任务都完不成了 卷毛老师想了想 说:"那好吧,也许校车还能把我们搭到面包店 想一想,们走吧 实际小茶的时间到了 不管怎么样,校车还是把我们搭到面包店呢 不过,刚刚到了目的地 校车就开始上崩下降 这是拉得长长的 然后就输到玩具车的大小 好,我们可以置在里面 我们这时要怎么进去面包店呢?" 旺达疑话地说:"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 地母说:"阿诺大叫,就是小问题! 我们变成芝麻大了!" 刻实如此! 卷毛老师一点都不担心 他按下按摩 小小校车便直接从面包店门上的讯箱缝里 建出去了 面包店里面 将着一位面包师和其一位顾客 校车在面包店里转圈时 我们趁机把那蛋糕 几次试着看了一遍 几年淋一个巧克力蛋糕也没有 这个面包店怎么叫做面包店吗? 怎么办呢? 这毛老师很喜欢巧克力红柿美的 阿诺小声嘟咕着 卡洛斯想一会儿 颜色后 那我们自己去做一个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化学实验啦! 段兰西说 怎么才能让卷毛老师离开面包店呢? 不能让他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旺达说 卡洛斯想起来了 面包店旁边就有一个戏车配料店 他就告诉卷毛老师 那里可能有收理校车所需要的零件 卷毛老师开心的借过卡洛斯 把丽丝揉下来叫看我们 然后背上喷嚏包就飞走了 可这时 校车又舒晓 怎么飞的那么小了 面包是看见什么东西 把飞的飞去的 气肤肤的拿着唱一怕 追着我们进了厨房 他还以为我们是小黑虫了 李斯最后把校车干落在几个罐子后面 才躲过了面包师的追逐 正好这时 来了几位顾客 面包师讲几句交互客人呢 快来 我们得赶紧干活了 卡洛斯叫做石炮念起来 首先我们得把软料搅齐 并拥好备好备用 大家都分配好任务 就分头横动了 纳尔夫取了两副鸡蛋 可以其中一个滑跑了 黄达和地姆拿来的面粉和 白糖 另一支散方设法 终于系好了黏和奶油 阿诺在那苏打粉的时候 入到了碟的麻烦 先去撞到多兰西 接着又打翻了一瓶醋 醋一碰到苏打粉 又发生了强烈的化学反应 卡洛斯负责打猫鸟 菲比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块网游 拉尔夫好不容易在最后关头 抓住了那个潮跑鸡蛋 拉尔夫可算是抓住那鸡蛋呢 嗯 我们可以做潮胆呢 后终来这时 雪猫老师回来了 快 我们必须挡住他 不能让他看见我们在做蛋糕 突然是真聪明 他立即打住 雪猫老师面前问道 雪猫老师 能知道我们做个化学实验吗 于是 他俩就开始用醋和苏打粉做成实验来 其他人在菲利的很量原料 这些东西可比我们大多了 阿诺和拉尔夫接着准备了面粉 在你只有半个夜后这么大的购 那擦拭可太困难了 阿诺说